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星期四在达伯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发表主旨演讲 他不指名地批评了中国增加军费是挑衅 他还表示防止冲突 诚信最为重要 女士们 先生们 在亚洲地区 我们必须抑制可能会任意发展的军事扩张 军事预算应当完全透明 应当以一种能够合适的形式公开 安倍还表示 亚洲地区所需要的不是武力与威胁 而是对话与法治 为了避免国际社会将其参败晋国神社 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挂钩 安倍表示 日本是一个誓言不再发起战争的国家 VA卫视报道